6月11号下午 夏威玉与李建宏在通罗班行人专用区出席 绑架叮叮当拍面膜及巡传活动 满身为身的开文仔 金字花生梅推销员 落地向过往路人及游客拍发面膜 期间还不厌其反的 夏威玉克介绍塞尔面膜的功效 不明之人肯定以为 他是面膜公司的业务推销员呢 夏威玉一身吊带连衣短群性感上阵 在拍发面膜中 还与粉丝像老朋友见面一样热情拥抱 在访问时他们俩分别对自己在电影里 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介绍 我在这一部这个绑架叮叮当里面 我是担任一个性感人物 在里面我有很多疯狂搞笑的表情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啊 我在电影里面一看到我全身都是文圣 就是一个坏人 坏人 对对对 长得不错吧 不错啊 OK 去绑架这个Ivana 谈到昨晚家居爱心延续慈善演唱会 作音同事音乐人的开玩仔称 能跟Biang的成员一起参加演出 超级感动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一直在听他们的歌啊 然后可以跟这个 这个Biang这个鼓手啊 跟阿波啊 一直在同台 一起同台一起在表演 我是非常感动 因为没有想过长大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在台上去怀恋家居 然后昨天晚上也是家居的上热 所以的超级 真的超级感动啊 问到Kermansai在拍剧时曾有大胆突破 他生动地讲述自己在剧中吃动物 吃小指甲 光屁股戏份的经历 在节目里面呢 我觉得最带胆的 我觉得是可能是要啊 拖这个裤子啊 给全香港人看到我的屁股啊 然后什么小虫呢 这个蟑螂都要放在头里面啊 然后我觉得最厉害就是 我要跟这个 很大街的这个 他们的 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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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